在这里我们的添加的板 我们可以将它和我们的走线进行一个位置的摆放 调整一下 这样我们就已经基本做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添加它的沟楼层的小房间 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栏里面最顶上的这一层的飘窗 上面还缺一块板 窗台板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选中最顶层Watercule固理出来 堆组进行打开 来调整一下 同样的这边也是 来自然的飘窗 调整好之后我们选择所有的物体对它进行组的关闭 现在这个飘窗的板我们已经补好了 补好之后现在我们来直接绘制一下我们的阁楼的小房间 我们将视图直接切换到我们的前视图 然后来绘制我们的阁楼层 我们可以将点往下调整一下 然后进行窗洞的绘制 挤出 测里面上可以看一下挤出多少 在这里我们还要将点进行一下焊接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在这里如果我们将它和侧立面的位置摆放好了之后 它在前视图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形状 和我们的正里面的四叶地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再往它往外挪一下 位置摆放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来进行它一个窗框的绘制 在这里窗框的绘制我们可以直接用提现的方式来进行制作 我们进入它的修改面板的线段选择 就是窗洞的这一圈线条 选好之后对它进行一个分离 拷贝分离 然后退出它的命令 然后选中我们分离出来的线段 用这个线段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窗框的扫描 在这里我们将该复制的进行复制 将点进行一下调整 同样的这边也是 我们可以进行窗框的扫描 这样处理好了窗框之后 我们就不用重新来绘制 可以直接进行扫描就可以了 选择一下它的形状 大小 窗框我们就绘制好了 绘制好了之后 我们将它的位置进行一个摆放 对它的材质进行一个更改 同样的我们也要来做玻璃 玻璃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将窗框固立出来Water加Q 这里我们要调整一下点 刚刚没调整好的 同样的我们选择 进入它的线段的命令 我们可以选择最外面的这两圈线 对它进行一个分离 拷贝分离 然后退出它的命令 我们直接选择我们刚刚分离出来的线段 用它直接来挤出玻璃 就不用再重新绘制了 让它对去我们的窗框中心就可以了 对它添加一个材质 然后我们格楼层看看是添加的什么材质 可以看一下 浅米黄色外墙涂料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这样这个格楼层的墙体下半部分基本就已经建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格楼层屋顶的制作 我们可以直接绘制 然后进入它的样条线的命令 对它先进行一个转换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轮廓 这样就可以了 在轮廓的时候我们可以精确一下它的数字 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测量 用圆也可以150选中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轮廓 150 现在方向是反的 我们这里直接输入负的150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我们可以将长度更改为3米6 差不多3米6 还要再近一点 或者直接可以给它添加一个可编辑网格的命令 可以对它的点进行一些调整 这里同样的有它的次物体 我们在侧里面上可以对点进行一些调整 让它穿插到我们的屋顶里面 然后给它一个屋檐的材质 再来绘制最外面的这一圈 同样的转化为我们的可编辑网格 可编辑样条线 对它进行一个轮廓 负的应该有300 没有 负的250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侧里面上进行一个观看 在这里的厚度应该是200 是200 save的加记看一下它的一个走线的形式 它还有一圈边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进行绘制 我们可以画一条线 同样的我们对线进行一个轮廓的处理 选中它的线段样条线 对它进行一个负的250的轮廓 应该是正的 要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挤出4米 复制到右边就可以了 然后对它们的材质进行一下更改 这个是屋檐 里面的是屋顶 这样我们的阁楼就做好了 现在我们只用将阁楼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 乘一个组进行一个复制 到时候复制到这边就可以了 北立面的做法是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就不过多的演示了 北立面的阁楼层我也已经建好了 在这里我们要对模型 再来进行一下检查 看看哪些地方需要细化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漏水槽的走线 在这个地方被我们的屋顶给挡住了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些调整 我们可以选中我们的屋顶 然后再选中我们的漏水槽的走线 我在加Q 顾虑出来 选中了楼板 重新来 顾虑出来之后 我们要将它的走线 退回到我们进入它的修改的样条线里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启它的最终显示 然后将点进行一些调整 这些点可以切换 直接切换到我们的脚点 让它露出来 后面的这里也是一样的 在这边我们可以将多余的点进行删除 或是调整 都行 这里可以进行调整 让它的漏水槽位置露出来 这样就基本已经好了 在前例面上我们能看到我们的屋顶还少了一截 然后在顶视图上我们来观察一下 Shift加G 将物体进行隐藏 来看一下我们的CAD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 蓝利面是完整的屋顶 北利面屋顶有缺口 在这里我们要对屋顶进行一些处理 Shift加G 将屋顶取消隐藏 将物体都进行取消隐藏 然后选中屋顶 选中屋顶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将别的物体进行一个隐藏 Ctrl加I返选 选中别的物体 然后鼠标右键 对它进行一个隐藏 对选择的物体进行隐藏 隐藏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来进行调整 在顶视图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屋顶 再往右移动一点 我们可以为它添加一个可编辑网格的修改命令 在可编辑网格的修改命令面板里面 同样的有点 线 面 四边面和元素 的一些层级 在这里我们选中点层级 对它的点进行一些调整 将它裸到我们二分之一的位置 调整好了点之后 在这里我们要为屋顶 开一个小口 我们可以选拨重新创建一个矩形 在这里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可以随意挤 挤厚一点都行 挤一个六米 然后我们在北里面将这个物体穿插到我们的屋顶上 要让它们完全交叉 在这里我们要用到一个工具 叫布尔 我们在我们的创建面板 几何体里面有一个复合对象 复合对象里面有布尔运算 我们点一下 布尔运算点进来之后 同样的它会让你失去另一个物体 我们选择失去 失去我们现在创建的物体 失去了之后 这个地方的口子已经打开了 在这里 布尔运算有很多种运算的形式 可以选择 两个物体同时显示 这一个是我们现在要需要的 还有别的一些模式 可以看一下 我们选择适合我们的就行 我们就用现在这个 然后我们退出布尔运算就可以了 屋顶处理好了缺口之后 现在我们还要对它添加一个屋檐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把左边的屋檐 复制一根到右边就可以了 然后对它进行一些调整和修改 在这里我们将隐藏的物体取消隐藏 然后我们选择我们的屋檐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屋顶 Water加Q 孤立出来 在这里我们直接将我们的屋檐 复制一根过来 直接拷贝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要对它进行一定的调整 摆对好位置之后 我们要将我们的屋檐进行一个修改 在这里我们为它添加一个 可编辑多边形的一个修改 然后在我们的屋标右键里 有一个叫快速切片 我们选中在这边对它进行 切一刀的处理 处理完之后 我们可以将它孤立出来 Water加Q 现在在我们切了的位置 它会出现了一根结构线 然后我们可以将这部分的东西进行一个删除 我们选中它的面 对它进行删除 删除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缺口 我们可以将它的缺口选择 缺口对它进行一个 封口的处理 这样我们的屋檐已经处理好了 屋檐处理好了之后 在这里我们发现屋檐和漏水槽的位置 有一些问题 现在我们来处理一下 我们选中屋檐 选中漏水槽的走线 在这里 我们将漏水槽的侧边的线段进行删除 然后将点进行一次调整 现在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调整好了 调整好了之后 在这边还要出现一根小的屋檐 我们也可以直接来处理一下 将我们的屋顶选中 然后绘制一根 线段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扫描 然后对它的位置进行一些摆放 侧里面上来看一下 处理好了这部分之后 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附加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的屋顶就已经基本做好了 屋顶处理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还要来补一下它的一些墙体 在这个位置还要补一面斜着的墙体 还有这里要补一面墙 斜着的墙体 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一边的墙体 进行一个复制就可以了 然后立着的正面墙体 我们可以重新来绘制一下 我们选择一层出来固立 然后绘制正面的墙体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我们先挤出一个标准层高 2米8 然后来观察一下 再来调整 高度不够 我们再挤一个3米看看 还可以再挤一点 差不多 这样就可以了 对它的材质进行一个附加 附加好的材质之后 这样我们的模型基本就差不多了 然后可以选择成组 然后可以选择复制跟镜像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选择 镜像复制 在这里选择实列复制 X周镜像 将它们对齐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模型 这样我们的模型就已经基本处理好了 到时候 vamos进去 �得的话 ад部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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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